严理法师在解释这个实相庙理 什么叫实相 严理虚妄明相 什么叫庙理 庙理就是庙性理体 就是实相庙理古今不变 民主 依实相理 念佛求生进度 决定无悔 依实相理 念佛求生进度 决定无悔 亦是 依实相理 求生进度 四季 实相庙理并非他物 就是我们现前这一念心的自信 依这个自信 依这一念心 信念佛求生进度 能念的是实相心 所念的是实相佛 这是严历法师说的 能求的是实相信愿 所生的是实相进度 能信所信 能愿所愿 能辞所持 能生所生 无悔实相正应之所应 故为决定无悔 亦是 那么老法师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老法师在讲这个实相庙理 古今不变 民主 依实相理 念佛求生进度 决定无悔 亦是 那法师的讲述里面是这样开示 那法师说 念佛这件事情是有理论根据的 它是最崇高 最真实的 最严满的理论医迹 完全通达 而没有怀疑 毫无怀疑 我们能念这一记阿弥陀佛 所以我在跟您有讲 你要佛从兴起 生从口出 耳根受入就应主开示的 在念佛当下 身口意自然就会清净 意就是你的佛从兴起 那生从口出 念佛的声音从嘴巴念出来 耳根受入 耳根就是你的身体 这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耳根偶事的问题 所以我们念这一记阿弥陀佛就是实相念佛 我们念佛当然有四种 一个是持民念佛 观像念佛 观想念佛 再来是实相念佛 那实相念佛其实境界是很高的 那是真正大侧大悟的人 他是实相念佛 老实上说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就是实相念佛 你真做到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那个念佛的心就是实相念佛 但是这个很高 我们还会怀疑 我们还会夹杂 念佛练了一下子 等一下去泡一杯咖啡 念佛练了一下子 手机看什么 他就看手机了 各位都有这个习惯了 所以不拿手机有个好处 不然你试试看 你手机放在旁边 你就坐在桌子上念佛 练30分钟好了 现在手机讯息很复杂 几秒钟就给你跳一次 动一声 动一声 你都进步几段的诱惑 你佛号就停顿了 你就跑去看手机谁打信息来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夹杂 这叫间断 所以你不练佛行吗? 我们这练妄想心都是判人五一六成 我们这个心就是六根门头 就像六支胡子在那边动来动弃的 所以老实上说不夹杂不间断不怀疑 做得到啦 但是问题是不夹杂不间断很困难 这三个 你都要保持这三个水平 你才有办法叫做十项念佛 如果还有一丝搞放不下或以后 放不下就是连锁记者的信息你们都放不下 还有一丝搞放不下或是怀疑 以后 就不是十项念佛 就不是十项念佛 十项念佛是理念 一般我们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试念 所以十项念佛跟一般四项念佛是不太一样的 那个层次有差别 所以如果说你还有一丝搞放不下跟以后 那个念佛叫做试念 那不是叫四项念佛 那不是理念 真正的试念当然也是好 你如果你做到真正的试念的话 一记接留一记 这样也是可以练到功夫成片了 试念可以练到功夫成片了 试念练到功夫成片 一心不乱 一样可以往生 想到希望其他世界再把理搞清楚 也不迟 你现在是道理不通啊 理路不通啊 但没关系 你功夫如果成片的话 你希望一样可以豁然开悟 豁然通达 所以十项就是自己的真心本性 古头说自信弥陀 唯心净土 弥陀以净土是四项 心性是十项 有人会怀疑说 语陀跟净土怎么会是四项呢 你心净走国土净 你心不净 你就变惠土了 那净土不是四项是什么 你说那阿弥陀佛怎么会是四项 你不好好练火就变成心魔作怪 你就变魔了 贪生吃三毒 你就变魔鬼的剑鼠了 那你怎么会是阿弥陀佛呢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是心是某 是心做某啊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弥陀跟净土是四项 心性是十项 心性是乳 弥陀净土是是 这样你就懂为什么要练佛 如果你是从真的自信里面练出来 那是十项 练佛 那当然就是是 那弥陀一定是一恋相依一恋佛 那弥陀一定是千疆有水千疆也 对不对 你就跟阿弥陀改定道交 那就有求必应 昨天看到一个信息非常好 大陆一位老连友他叫高福来 名字起得也不错 他喜欢练佛 他当过警察 当过企业家 也挣了很多钱 但是他喜欢练佛 练佛练得非常勤快 他手上都 拿了一颗108颗的电珠 他喜欢练佛 有一天他到某个地方 那个是山区 不晓得是要去洽工还是要去旅游 车上总共有48个人 他一上车就觉得 那个磁场就不对了 所以刚才讲说 迷陀跟静的事像 心性是事像 你跟那个心性就可以感应出来 他就一上就不对 这不错有问题 所以他就拼命的练佛 因为那个车子一直长途跋涉 长途驾驶 因为车上很多人都睡着了 他怕吵醒人家 就拿个拨金机开小声一点 躲到车子最后面在那边 阿弥陀佛 越来越不对劲 他讲说会不会有问题 因为在三更半夜 车子还在长途跋涉 他很怕会发生问题 后来就有些车上的乘客 要睡觉被那个念佛生吵醒 你拨那个干什么吵死人了 阿弥陀佛要救他 他都不愿意被救了 他都吵死人了 真的是吵死人 他后来变死人 那不就吵死人了 那不就吵死人了吗 那名有不解就是吵他 那结果他又不放心 拿了个拨金机到前面去找 那个游览车的驾驶 我们在国内 在大陆都叫师父 他们那个师父 跟我们一般佛华讲的 似乎不一样 他说师父 那你这个拨金机放在车头好不好 他说哎呀那个太吵了 你拿回去拿回去 你好好到后面去睡觉 我没问题了 我师父然后嘛 我开车很多人的经验了 他越想越不放心 他又到后面拼命念佛 结果他离开驾驶之后 没多久突然间 那个驾驶一时昏沉 半夜开始昏沉了 突然就开到山沟下去了 连滚好几荒 全部在山谷里面 整个车子卡住了 前车48个人 47个人全部死掉 只有他呢 在荒滚中 人跟椅子这样整个飞出去 飞到外面去 等到公安警察到现场的时候 公安人员看到他的时候 发现他还在那边练佛 他问到你这个先生 那你怎么坐在 游软车椅子上练佛呢 因为椅子已经分离了 阿弥陀的时候 把那个游软车的椅子撑住了 阿弥陀把他架到旁边去 放在山坡上了 平安找地 等到公安的人叫他 突然就恍然到我醒过来 从练佛的定中回神了 他才发现车祸 他说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说我在练佛 他在练佛当下那一刹那 发生天险地转 整个俄兰车解体 四分五略 他竟然奇迹似的坐在椅子上 蹦 飞出去 掉在山坡上 他把这个故事分享出来 他还健健康康的 拿个练书 在那个佛寺前面照相 跟大家分享 高福来 这里讲的 弥陀与净土是四项 心性是十项 你看他十项念佛 他不怀疑不解采 不间断 他所现的四项就是弥陀跟净土 平安落地 所以心性是乳 弥陀净土是四 我们身体是自性变现的 死方无量无边的岔土 为心所变 所以那四七个人死亡全部都到地域去了 到恶鬼道去了 他不是净土 他变成到恶鬼道到山土去了 他的依报是三无道的国土 那这位念佛人 他依报是极乐净土 弥陀救度 你看 讲的是没有错 心性是乳 弥陀净土是四 我们身体是自性变现的 你看 他的身体是平安吉祥 是他的自性 念佛的自性变现成平安吉祥 念佛的心 自性念佛的心变现成平安吉祥的身体 死方无量无边的岔土 唯心所现 他是念佛心 所以变现的是平安吉祥的果报 所以云云众生念 三合大地 皆是唯心所现 真心变现 真土真生 妄心变现 换土换生 我们的身心世界是虚幻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报应 幻是刹那变化 真是不变的 西方世界是我们的真心变现出来的 妄想心 刹那生命 所以我们的世界是生命的沙伯世界 所以你妄想心 生命心 刹那变异的心 那个变化的世界就是六道 三界六道 尤其是上欧道 那就是沙伯世界 那你真心念佛 真心变现出来 就是西方世界 就是这个道理 你真心变得来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感谢观看